你知道被誉为中电影史上尺度最大的一场戏是什么吗?是死刑,而且是完全还原的注射死刑。当预告着死亡的液体缓缓注入手臂,男人的面孔随即扭曲颤抖,但他的眼神里没有恐惧和留恋,只有近乎解脱的平静。 得犯下多么深重的罪孽,才会被处以急刑,又是抱有怎样的念头,才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死亡。 今天,霞叔就带着各位重温国产犯罪篇的巅峰之作,看看这部全城被阴雨笼罩的精匪博弈究竟是怎样的烈日灼心故事。 要从一桩灭门惨案开始说起,马家屯相间别墅内,一家五口,遭人杀害。 犯下滔天罪行的三人,仓皇逃进临间小道,突然间起了争执。 温廷小峰还要折返现场,同伴老陈哪里肯答应? 干你老,你要回去,我们三人都已经回了。 也正是在扭打中,老陈不慎摔倒了被灌目,捉伤了右眼。 讽刺的是,三人这么一走,竟阴差阳错过了七年,摇身一变,成了正经人。 小峰当上了邪警,承恶阳善,道哥变成了老司机,识今不昧。 至于老陈被树枝刺伤之后,不幸,精神失常,隐匿在雨场和羊女尾巴相依为命。 日子过得平淡,但是他们心里却清楚,不是不保,是时候未到。 现在积德,只是为了将来的审判,多赎一份罪而已。 这一日,照例深夜拉活的道哥,遭遇歹徒抢劫,却不敢向路过的警察伊古春,坦白实情。 害怕身份暴露的道哥,谎称歹徒是老乡,把他们赶下车后,便匆匆离开。 等一队,捡起一落的匕首,意识到是有蹊跷再去追,路上哪儿还有人影? 巧的是,伊古春从马甲屯调来此地做警长,刚好成了小枫的顶头上司。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,不祥的预感,在小枫心头涌现。 这人绝非善茬,不怕一万,就怕万一。 小枫谨慎地搬出宿舍,和道哥在荒山野岭租了间屋子,可房东怪得很,不要身份信息,开口只问了三个字。 你们是好人吗?忙着点头哈要的二人哪里知道,这天底下的房东都有个爱监听的怪癖。 他暗中偷听租客的对话,并露下了音频,这也成了小枫罪行暴露的关键证诀。 一对不是神算字,他此时还相当欣赏小枫这个得力干将。 歪出去罗斯,经验丰富敌对,一眼就断定过路车中有抢劫案的发生。 小枫也是反应迅速,果断逼停了车辆,制服了歹徒。 如此过人的胆识和身手,只是个邪警,实在可惜了。 断听到一对,建议他去搞公务员,小枫却坚持要辞去工作。 直到某日抓捕罪犯的时候,险些溺弊的小枫得亏一对搭酒,才捡回一条命,这才打消了辞职的念头。 也许是因为爱财一对对小枫是格外关心,得知他要去瑜伽村取金鱼,更是主动驱车作伴。 路上闲聊的时候,一对提起了七年前马家屯的灭门惨案,是当时他师父负责的案件,也是他第一次参与大案。 别墅里湿水横流的场面,令他是至今难忘。 闻听此言,小枫忽然慌乱起来,武林红光差点失控坠崖,小枫竭力掩饰内心的不安,下意识直接用手指碾灭烟头的动作,引起了一对的怀疑。 他不动声色地继续说着案情,警方推断,作案人本是另有他图。 结果,撞见女画家洗澡刚出来,已是冲动犯罪,没想到对方有心脏病,并发了,猝死身亡。 现场留下的痕迹是有女孩吊字上的一个指纹。 案发当天,有人在水库边看到三个小青年,其中一个胸前有纹身,还有人在死者门前捡到了一本天文爱好者的杂志。 坊间有人传言,是三个断背之徒犯下的这个案子,但是,在一可此时的道哥,偶遇飞车抢鞋,正拉着路人小夏,在街头上演速度与激情。 虽然成功地追回了钱包,胸口却被力气划破,剧流不止。 道哥,再怎么着,也是不敢去医院呢,只能靠祖传的针线活,抢救自己。 而奔波四十多公里,来到了瑜伽村的小峰,发现金鱼死了,他沮丧地回到车上, 将医队道出实情,金鱼是拿给他生病住院的女儿尾巴的,不过尾巴不是亲生的,是从教堂前捡来的弃鹰,平日里由兄弟老陈照看。 金鱼死了,孩子没法交代啊,细心的医队便提议,买两条一摸一样的,骗过去得了,一波刚平,一波又起。 回到家的小峰,将奄奄一息的道哥送进了医院,又接到了噩耗,尾巴心脏病严重,如果不做手术恐怕, 活不过一年,小尾巴的病情,打乱了兄弟俩逃跑的计划,当务至极,只筹措手术费用。 两人正商量着解决办法,就见一队和小夏迎面走来,谁也没想到,道哥偶然叫下的路人,竟是一队的亲妹妹。 而一队也认出了道哥就是余夜那晚遭遇抢劫的低哥,他若无其事地向小峰打听情况,得知兄弟三人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发小,道哥旧伤未遇,就出院拉活。 为的就是给小尾巴多挣点手术费。 身份线索越暴露越多,心有不安的小峰趁着调查坠楼案的空隙,跟道哥互通消息。 可就在这时,死者的爱人阿伟走了进来,打算跳楼殉情。 千军一发之际,小峰回过时,拽住了阿伟。 等楼下的一队看到情况冲上楼,小峰已经劝下了轻声的男人,这样果敢正义的邪警会是杀人犯吗? 一队的内心动摇了,他跑去询问师傅,听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据说当年的女画家有一个私生女,但警察多次走访,都没有发现婴儿的下落,如果活到现在,应该有七岁了。 三兄弟,弃婴,七岁,不断重叠的巧合,夹中了一队对小峰的怀疑。 开始暗中观察小峰的一队,很快就发现,小峰在捣毁赌博窝点时,偷拿了一笔赌资, 便借此机会捧敲侧击。 哈刘特别可爱,他不管你能好到哪,就限制你不能饿到没边。 他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,想想可以,但做出来不行。 话虽如此,可一队知道,小峰是因为医药费走投无路犯的错, 所以他瞒下了小峰的违纪行为,并表示会用自己的钱补上这个漏洞,赏似,体贴下属。 这样的画面,乍一看还挺温馨的,但下一秒,小峰就发觉,大事不妙。 他匆匆折返办公室,想擦掉自己留在桌面上的指纹,却发现痕迹早就被清理干净了。 没错,医队强先一步提取了指纹,但因为痕迹较为模糊,不能断定,小峰就是凶手。 与此同时,意识到医队对自己已经起了疑心,再加上尾巴手术费欠缺,小峰思虑良久,拨通了被他救下的那个阿伟的电话。 跳楼案后,小峰多次婉拒阿伟的盛情邀约,没想到会在这时候派上用场。 看到小峰接连几日是早出晚归,与阿伟来往甚密,一对担心,小峰为筹措医药费走上歧途便暗中尾随。 然而,当他推开酒庄的房门,顿时眼前一黑,小峰居然喜欢左右为难,那长久以来对他的猜测根本站不住脚啊。 等等,他不是还有两个兄弟吗?和小峰的回答让一对彻底失望。 中学那会儿还是喜欢的我们三个,都是那一刻。 一对的世界观如天塌地线,紫金锤,半少再想起来转移话题,这是公安部的通缉令,这两个人我看着眼熟也留一点吧。 一对接受了这个事实,决定放弃追查。 但当小夏得知此事,内心却深受打击,因为他早已爱上了见义勇为的道格, 只是对方一直冷若冰霜。 不死心的女孩将男人约到海边,用自己的身体试探。 结果,何想而知,道格他是个钢铁直男啊。 我求求你告诉我为什么,你告诉我为什么。 面对小夏生死历劫的质问,道格摊牌了。 他露出胸前的纹身说道,回去问你哥,我已经把这条命给你了。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? 小夏翻看完一对房间里的案件资料,明白了事情的真相, 可他并没有揭发道格,而是勤着泪告诉一对, 他们真的是我失恋了。 但心思缜密如一对,回房就察觉到档案被人动过。 他跟着想要私奔的小夏来到了道格的出租屋, 并在房内发现了窃听器,于是他顺藤摸瓜, 找到了房东偷露的磁带,听取了小峰和道格之前的所有堂。 我看见那两个通缉犯了,在双子大厦, 一对火速赶往现场,屋内不见人影, 于是他缤纷两路展开搜查,起了刚一出门, 一对人马就遭到了埋伏,一对小峰寻声追到了天台, 赫然发现随犯想利用天桥逃到对面的大楼, 白尺高楼,方寸之地,上演了惊心动魄的追逐战。 追啊,别动,别动,追啊,别动,别动,别动。 可就在即将追上凶犯的时刻, 一对脚底一滑跌落天台,关键时刻, 小峰拼死拽住了他,带头步步逼近, 小峰如果不放手,两个人都在即难逃。 你们三个去自首吧,放手。 如果真的放手,他们的罪行就不会有人知道, 但小峰没怎么做,他受够了东躲西藏,良心不安的日子, 他紧紧抓住了一对的手,用怒吼表明了自己的态度。 你们三个去堵到肚子要干什么,快来帮我。 这一吼,歹徒愣了,一对也愣了, 而下一秒,特警队赶到,一对获得了救援, 小峰也迎来了迟到七年的审判。 烈日重现天空的那一刻,一对亲手将小峰交给了刑警队, 他说了声对不起,但回应他的是小峰的如实重负。 没什么对不起了,最合错每个人心里都有, 太煎熬了,其实我们都在等这一天。 小峰和道哥心甘情愿地接受逮捕, 他们唯一放心不下的只有孩子小尾巴。 好在,一对和小夏很快收养了尾巴, 手术费也有了着落,破了陈年旧案, 按理而说是该高兴, 可一对始终是眉头紧锁, 直到阿伟找上门声称要保释小峰, 他才知道自己中了小峰的圈套。 原来为了劝下跳楼的阿伟, 小峰答应和他约会, 可事实上他的取向完全正常, 被一对撞破的那次, 其实是小峰故意设下的陷阱, 目的就是误导一对, 消除嫌疑。 可惜了, 你确实是苦而做警察的料, 这么沉迷的心思和勇气, 真他妈可惜。 这是一对第二次发出了这样的感慨, 获得了上司亦是对手的肯定, 小峰心里并不好过, 他煞费苦心, 只是想挨到尾巴在手术之后, 能走得安心一点, 并不是为了逃避罪行, 只是现在机关算尽, 都成了泡影。 小峰和道哥在众目睽睽之下, 被执行死刑, 但故事并没有随着他们的死亡而结束。 不久之后, 警方抓获了连环杀人犯, 丧彪, 他的口供让灭门案的真相浮出了水面。 七年前, 丧彪带着道哥三兄弟上门催债, 小峰看到少女出狱, 心生歹念, 害得对方心脏并发, 三兄弟方寸大乱, 丧彪为了灭口, 将一家四口全部杀害。 事后, 良心不安的三兄弟, 受不了丧彪的威胁, 便将他扔下水库。 几了, 丧彪不仅没死, 还隐姓埋名, 藏匿至今。 既然丧彪才是真凶, 兄弟三人罪不至死, 小峰和道哥为什么会招任罪行, 非要寻死不可呢? 尾巴的检查报告给出了答案, 她不是弃婴, 而是画家的私生女。 当年小峰坚持要回别墅, 就是想救下强保中的婴儿。 而七年来, 看着尾巴日渐长大, 他们越发恐慌。 若是孩子知道, 抚养自己的三个爸爸, 都是残害全家的凶手, 换了谁都得崩溃。 而且, 只要他们活着, 随时都有暴露真相的可能, 唯有他们死, 才能让孩子轻松地活。 小峰和道哥平静地接受了死亡, 而因为精神问题, 免受刑罚的老陈, 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 谁能想到, 这个从始至终都被忽视的男人, 其实是个智商163的天才, 早在七年前, 他就想通过装疯卖傻, 逃避法律的制裁。 只是, 在周密的计划, 也敌不过对孩子的思念, 为了给尾巴一个美好的将来, 老陈跳跃自尽, 故事也至此落下了帷幕。 一眨眼, 五年过去了, 重温烈日灼心, 瞎说, 依旧被邓超和段奕红的演技所震撼, 依旧被曹宝平导演的叙事功力所折服, 一部几乎不见阳光, 满是阴雨天气的影片, 却完美地诠释了烈日灼心这三个字, 不敢参加公务员考试, 被抢劫了不敢声张, 受了刀伤都不敢去医院, 甚至连住的地方都要躲躲藏藏, 像地下的老鼠一般怕见到光, 生活对于他们而言, 更像是一种暗无天日的折磨, 充满了恐惧与煎熬, 而烈日是法律, 也是良心, 前者是人性的底线, 明确了恶的最低限度, 规定了你什么能做, 什么不能做, 后者则是内心的天平, 他清楚地衡量着是非对错, 告诉你什么是问心无愧, 什么又是自责懊悔, 人从来都是兽性和神性的结合体, 有时候会好到你无法想象, 有时候也会坏到十恶不赦, 但一定请你记得, 在烈日所不能照耀的地方, 就是人性的禁区, 一旦走进去, 就再也出不来了,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咱们就说到这儿, 我是霞叔, 每天一个好故事,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。